我们刚刚录下来的东西 录下来的程式基本上就放哪里 其实它就是放在你有几个地方可以找得到 第一个的话你可以从那个 聚齐里面按下编辑 它会跳到Vidual Basic 那这个地方可以跳过来 它会其实它主要是做哪些动作 它其实就是帮你把那个模组 这个东西里面有个Module 1 打开来 然后告诉你说原来你的那个 刚刚的那个录制的聚集 它把你放在这个地方 那你会发现它的结构一定是sub开头 给它一个名称 再来就and sub 所以头在这里尾巴在这里 那清除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一样 sub一个清除开头 那一个and sub结尾 ok有个头有个尾 ok 那当然你如果要执行的话 除了说你可以从刚刚这边去执行之外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地方 你可以直接游标放在sub跟and sub中间 我习惯是把它缩小一点点 你可以这样缩小 然后把它移到这边 看得到后方的一栏 然后你可以清 清除的话你游标放在sub跟and sub中间 按下上面的执行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帮你执行 那它其实就是 把你刚刚做的动作 一 二 三 有没有三个动作 那这三个动作分别是什么 游标放在 一二储存格 ctrl shift向下 and delete 所以哦 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慢慢习惯 录制聚集完之后 除了录完之后 我还建议因为将来如果你回头看 你会看不懂到你做哪些动作 所以建议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边 把那个 这个上方 每一行程式的上方 加上所谓的注解 那什么叫注解 理论上就是在 我们的那个程式上方加单引号 它 就不会执行那个程式 所以加的方法我跟各位讲 一 把上面不需要的这个资料delete 二 按tap 然后前面就加一个单引号 单引号 那你会发现它在绿色的 那我的习惯是第一个步骤 比如说第一个步骤做什么 游标放在 一二储存格 就录这一行 然后二的话呢 就是ctrl shift向下 三的话呢就按delete OK 那你就把那个后面自己打一下字 比如说我这边什么 游标 放在 一二储存格 比如说这个当然 游标 放在一二储存格 OK 那这个就是打一下 理论上就是一 那二的话 ctrl shift向下 sign and delete 好 那你会发现 加了注解之后 每个动作就很清楚了 那除了说你了解 原来 他会这样写程式之外 将来你也可以累积 如果你将来要延伸 学VBA的话 那这些都是 VBA的基本语法 你也可以把它再加到 VBA里面的程式 也就有一些程式 你不会写 没关系 你用录制的 然后再来修改 其实也是一个一种方式 再来串接 串接也是一样 把上面单引号的部分 先删掉 然后第一个步骤 其实第一个步骤 好像跟刚刚一模一样 所以一 游标放在 一二储存格 所以我把这个 复制过来 然后二的话呢 就是输入公式 所以输入公式 其实他就是 帮我产生什么 就是针对ActiveSale 目前 活动的那个储存格 输入公式 3的话就是什么 AutoFill AutoFill就自动填满 所以其实 AutoFill 所以3 3这边输入 就是在空点上 快点两下 自动填满 OK 那后面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 这个 把这个文字再填上去 那理论上 我在这边 已经有写好的 OK 然后我直接 写好的直接拿来 拿来用好了 比如这边 理论上就是 这个在 我的云端上 其实也有这一段程式 把它拿来用 所以做完之后的结果 大概就长这样 一个串接 然后 分别就 一二三 三个动作 然后分别把 这个注解加上去 注解加上 那加上去之后的好处 就是你回头再看 你录制下来的东西 也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将来如果你 你假如要用到 类似一样的动作 你就不用重录了 你把程式贴过去 其实它也会run OK 那最后的话 所以 待会请各位 把 你的这个程式打开 打开来 所以打开 你可以从这边 按编辑 或者是说 你可以从 Video Basic 那假如说 Video Basic 打开之后 其实它没有 没有开 Module 你可以把Module 点两下 它一样可以打开 记得点两下 然后呢 上面加上注解 所以注解很重要 OK 再来的话 甚至如果假设 黏刺这个 你要再加 其实也可以一样的动作 反正录制聚集 然后向下填满 其实就OK了 那最后呢 如果我希望说 刚刚执行的话 我们是直接从这边执行 其实也不会算是 不方便 但是问题 如果将来这两个功能 你会常常按的话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在 这个 右手边空白的地方 再增加两个按钮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增加 按钮上去的话 那怎么做 OK 就像刚刚我按一下 其实按钮还蛮方便的 OK 因为 很多人每天 工作其实都重复性 值很高的 而且之前 问过一些来上课的学员 问他 你为什么来报名这个课 其实他大部分 很多人跟我讲说 因为我身边很多同事 他每天 他们的ESALE里面 都有很多按钮 按下去就自动完成 OK 那但是他 他觉得哇好奇妙好神奇 后来就想说 也来学学 所以于是 他就自己想要动手 写写看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录制聚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你可以在 插入 按钮的地方点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请你在 右边空白的地方 记得 点注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 你会发现 会有个框框出 这个是按钮的大小 放开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择 比如说 第一个按钮 我希望他按下去 是执行串接好了 然后把串接两个字呢 也把它复制一下 OK 那为什么需要复制 其实你按确定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了 因为按钮名称 他没有那么贴心 自动帮你把它变成 串接两个字 所以你可以把游标放上去 Delete掉之后 把刚刚复制的那两个字贴过来 这样就OK了 一个 一个 串接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 清除 所以点一下 然后清除的话就是 按住不要放 向下填满 向下拉 然后放开 那这边的话就有个清除 把它复制一下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 直接把他一样的动作贴上 这样的话 就完成 我们要的这两个按钮 那你可以试试看 比如执行一下 串接 OK 这样就OK了 然后清除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话 基本上 我们就是把那个 函数部分 利用像REPD-LEN 像TESLA 像这边有多一个EAR 加EAR 那 最后的话呢 因为如果假设 重复性很高的动作 你们就是可以把它录制成 聚集 然后并且让它可以RUN 另外的话呢 为了让这个聚集动作 你会知道说 到底你每个步骤 它帮你产生什么样的程式 所以 请记得 从这边 可以在程式的每一行上面 加上一个注解 注解的开头 一定是单引号开头 那表示后面的 这个程式 它就不会被执行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个部分好了 那其实后面 还有VBA 不过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题 跟这一道题其实 有一点关联性 但是又不太一样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 再帮我开启 我们的下一个练习题 就是叫151 截取 刮壶中置串 你待会可以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的话 把它放大一下 这样看比较清楚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待会请各位先帮我把这个范例里面的B栏 B2到B10的范围 选起 按Delete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原来有 其实主要让各位知道说 原来B栏是希望可以把刮壶里面的字串 就是A栏里面的字串 刮壶里面的字串 放在B栏里面 所以要怎么样 可以完成这一件事情 里面的话 你们可以大概稍微看一下 会需要用到 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要哪三个函数 可以再模仿一下刚刚的录制聚集 就是把这个录制聚集动作 再把它变成两个按钮放在这边 那我们也可以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刮壶就截取过来 按下它自动就清除掉了 OK 那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试着练习看看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 我把画面先停止分享